时间的除法问题 小溪、雪儿、宝地 你们选秀活动准备得怎么样啦? 老师,宝地为了训练肺活量 刚刚才跑完操场回来呢 我刚刚跑了四圈操场 总够花了四分三十二秒哦 宝地好厉害哦 不过跑四圈操场花了四分三十二秒 这样跑一圈是花了几分几秒呢? 嗯,我想想一分钟有六十秒 所以把四分三十二秒拆开来看 先把六十乘以四等于两百四十秒 再把两百四十秒加上三十二秒 就是两百七十二秒 跑了四圈操场 所以再将两百七十二秒除以四 也就是一圈跑六十八秒 因为一分钟有六十秒 因为一分钟有六十秒 六十八秒再除以六十 就是一分八秒 原来如此 呵呵,宝地很厉害哦 啊,我想到更快的方法了 宝地跑了四圈 可以直接用四分三十二秒 除以四啊 四分钟除以四等于一分钟 三十二秒除以四就是八秒 所以宝地跑一圈操场是一分八秒 雪儿说的算法也没错 但如果遇到不能整除的情况呢 呃,不能整除 如果宝地明天跑四圈操场 花了五分四十秒 这样他跑一圈 是花了几分几秒呢 嗯,我知道了 不能整除时 我可以把分钟换算成秒数来试试看 五分钟除以四 就是每圈跑一分钟 但还剩下一分钟 我们再把这一分钟 换算成六十秒 再把六十秒和原来的四十秒相加 合起来就有一百秒 再把一百秒除以四 答案就是二十五秒 所以宝地跑一圈操场 就是一分二十五秒 没错 我们在算时间的处法问题时 可以先换成较小的单位 再来计算 例如将四分换算成两百四十秒 也可以直接先算大的单位 你平常有没有认真练习啊 当然有啊 我要背歌词 还要记五道动作 我这周可是花了八十四十五分 很认真的练习哦 哇 你好用心哦 一周花了八十四十五分练习 那这样平均一天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呢 我先把八十四十五分 画成分钟再来计算好了 一小时有六十分钟 雪儿练了八十四十五分 所以我先把六十分钟乘以八 等于四百八十分钟 再把四百八十分钟加上四十五分钟 等于五百二十五分钟 一星期有七天 五百二十五分钟 再除以七 等于七十五分钟 每六十分钟是一小时 七十五分钟除以六十 就等于一小时又十五分钟咯 我的想法是用除法的直式来计算 因为一星期有七天 所以八十四十五分除以七 十和分分开来计算 就会变成八十除七 等于一时于一时 也就是每天练习一小时 还剩下一小时四十五分 而一小时是六十分钟 四十五分加六十分钟 等于一百零五分钟 一百零五分钟除以七 答案就是十五分钟 所以雪儿每天花了一小时十五分练习 你们两个都算得很正确 不管是先换成小单位再除 或是直接以除法直式计算都可以 但要注意单位的换算 别搞错咯 日与时 日与时 对了吧地 你妈妈做的亮片衣服很漂亮耶 还可以再拜托她帮我们做吗 可是离比赛的日子只剩下五天了 我妈妈做一件衣服要花一日六十 这样她还能做几件呢 一天有二十四小时 五天换算成小时 就是二十四小时乘以五 等于一百二十小时 做一件亮片衣服要一日六十 换算成小时 就是二十四小时 加六小时 等于三十小时 每三十小时可以做一件 一百二十除以三十等于四 所以宝地的妈妈还可以做四件 没错 当计算时间 除以时间的处法问题时 要先将时间 都换算成相同的单位 再来计算 换算的时候 要注意是二十四进位 还是六十进位 这样才不容易出错哦 重点整理 接下来老师帮大家 把重点都整理出来啰 一 时间的计算 要注意分和秒 时和分为六十进位 日和时为二十四进位 要记得一分钟等于六十秒 一时等于六十分钟 一日等于二十四时 二 当计算 时间除以整数时 可以先换成同样的小单位 再除以整数 也可以运用直式算式 直接计算两种单位 但要留意单位换算 三 当计算时间除以时间时 要先将时间 换算成相同单位 再计算 谨记这些重点 之后计算时间的处法 就不用担心 就不用担心会算错咯 귀여吗 看到atif 根给划洗 这一节目 使用 解缓 孔元